我在北京向大家致意新年祝福 回首这一年意义非凡 我们亲历了党和国家历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历史交汇 我曾谈到当年毛主席与黄延培先生的 窑洞队 我们只有勇于自我革命 才能赢得历史主动 昂首破步 行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 从年头到年尾 付出了 奉献了 也收获了 现在也能吃饱肚子 穿暖衣裳 有学上 有房住 有医保 全面小康 摆脱贫困 是我们党给人民的交代 也是对世界的贡献 让大家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们不能满足于眼前的成绩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是幽默的打狗 一分前我们回来 这就变现的重了 所以说非洲国家一看到中国的这些流导人 他们都非常高兴 都是张开口就可以要的 所以说非洲国家一看到中国的这些流导人 北朝鲜也忽畏过 每年六十个亿 美金 也是从共产党那里免费要的 还不加上石油粮食等等 这就是共产党 不管我们国内老百姓的生活 中国所有的政策会议 不再提限制民主 就是他们根本这一次 再次他包装的时间里头 把法律去掉一边 他不敢 通过这一次的外事活动 我们都统统地看到了共产党的新高肺炎 后天你唱点样的戏 是根据中共的需要 根本自己没有任何的谴责权 其中美这些唱歌的 眼点眼的有一个算一个 他们都演出自我吗 我可能让你演出自我 对吧 你真别是 快乐 隔离点设施太畅了 现在往没走 这还有一点贵了 法律之谱 在海外生活的孩子 中文到底是如何节节派口 我叫刘东兴 那么我在美国从事这个中国民主运动十多年了 那么今天呢 做这个视频 是想大家说一下自己心里的话 也知道也想跟大家交代一下 那么从中国2022年冬运会 冬奥会以后会发生什么 使大家能够借这个视频引起自己的这个警惕 因为当前呢 中国在这个从2021年结束后 他们的外交上都是失败的 那么在国内也是失败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现在为了就是说 不进一步的就是要维持这个暴政 那么他们就会加大这个二代零版的这个文革 那么这个时候 那么他们的这个七点七暴点 那么就会在这个冬奥会以后 因为在冬奥会以前 他们跟这个西方这个社会 还是有千丝万缕的这个联系 到冬奥会结束以后 那么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任何的联系了 那么他就可以通出手来 针对国内进行中改 大家应该是感觉到 那么这个病毒和疫苗发送以来 那么大家也看到自己的这个自由啊 不是跟以前一样的那么很通顺 通畅 那么任何的人都面临着一个就是说病毒疫苗这个威胁 其实这是一个夸大其词 那么他这个疫苗和病毒的背后 其实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那么在中国呢 在西方还有好处就是说 有一些有一些自由的空间 那么使劳部兴可以有些抗中的理由 抗中的空间 那么在中国呢 那共产党就是利用这个病毒和疫苗事件可以随时取消任何一个人的这个自由 取消任何一个人的就是送应和消失任何一个人 我算是其中一个可以这么讲 我只是说我看到了 如果大家愿意听的 那么就是说你觉得可以有道理 那你就去想方设法的就是说能够逃离这个现在这个困境 当冬奥会一结束 中共这个国民一定是关上的 那么他就会真正的闭关自首 因为他没有外汇了 没有资金了 那么外头的这个外交也是一个断崩式 崩塌式 那么他的大傻币也不能延续 那么他的所有的那些邦交国啊什么的也就会出现问题 因为他都是靠金钱来维持的这个关系 那么也崩溃了 那么他紧跟着后面他还有在海外圈了很多的钱 就是说他一带一路撒了钱 圈了钱等等这些项目 现在都是应该是破产阶段 这个时候的时候他就是说白了 他就是要维持政权 他只有把内控制住 其实我们帮助大家是有限的 所以说我们只能是通过这个媒体 发出一些声音 因为大家也清楚 在海外所有的媒体 所有的这些资源都是由共产党控制了 他们已经应该是三十多年的时间 已经把西方渗透的就是体无完腹 渗透到了西方这个各个各个领域的这个骨髓 他们通过婚姻啊 通过这个这个合资啊 通过这个招商引资啊 等等方式把西方所有的这个金融 其实已经给给吃化了 习近平说的这个2022年的这个新年注词 里面的内容基本都是好的 他的祝愿都是非常好的 冠冕堂皇 没有任何的问题 关键就是行动上政治 正好是恰恰相反 你为人民服务 其实是人民为你服务 你为国家服务是国家 就是为你们这个党来服务 所以说你说所做的 为民所想实施 其实你是在想老百姓的这些 身上这些血和汗 什么时候杂观为止 没有医疗 没有教育 工人的失业率 等等 在海外这些侨胞 又叫你们面临的压榨 你们要取消他们的户籍 取消他们在国内的这些资金 还要收全世界税 他们在任何一个国家 只要是从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 绿卡的 你要在国内取消人户籍 你要在国外还要收人的这个税 你这是 我不知道你们到这个 这个中党到底想干什么 又要取消人的户籍 又要取消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 还要去带海外 收人家带海外的资产的税 做生育的税 那么你说你共产党到底是干什么的 等等 谢谢大家